在杭州的一栋别墅里 住着三个奇怪的男人 他们一到周末 就会到深山老林里面去露营 平时在家也不消停 伐木打铁 敲敲打打 让人不由的怀疑 都卖关子了 其实他们是三个年轻的户外手艺人 分别是 BC大佬长安 刀将大佬新哲和道长 因为他们喜欢BC风格的露营 所以他们住在一起 也工作在一起 BC也叫丛林技能 是一种非常讲究户外生存能力的露营风格 他们会用树枝来搭帐篷 用煤油灯来照明 皮毛做地垫 自己制作木勺木碗等等 这种风格更加融入自然 可玩性观赏性都特别的高 感觉只要是男的 应该都会喜欢的 这次来拜访他们的工作室 他们直接拿出几个木桩 现场教我们怎么做木勺 拘木料 修大型 精修 涂腊 用最天然的方式 一步步做出一把独一无二的勺子 真的非常有意义 所以说户外是一种很大的生活方式 你可以穿的户外 住的户外 玩的户外 只要你的心够也 无处不户外 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他们的灵魂原创品牌 长安的Wildview 新哲的Yern 还有道长的橙物 大家喜欢的话 一定要支持这些坚持梦想的 B.C.手艺人哦